哈喽大家好,我是珠珠金水的木木 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期 就是大家平时在资讯中 在感情资讯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证源的一些问题的合集 在平时的有关于感情方面的资讯里面 会有很多朋友就比较在意说 我的证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呀 或者说我跟这个人 他是我的证源 那我跟他结了婚之后 我们的婚姻会一直都美满幸福吗 还有就是我刚认识了一个人 对他有好感 但是呢,我又没有对方的八字 我合不了盘 我怎么看对方是不是我的证源 等等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那今天就是总结了一些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然后来一个关于证源的答疑合集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证源 既然要讲关于证源的问题 那我们就首先要说一说 什么才是证源 这个也是大家平时比较关心 或者比较困惑的一个点 那从命理的角度上面来说呢 证源就是跟你的盘面比较契合的 这样子的一类人 你们双方符合了各自夫妻宫里面的择偶标准 从而产生了吸引 再加上大运啊 流年的这种同步引动 这种加持 例如双方在某年的某个月份 你们的感情有共同的较强的引动 从而呢,你们就在一起了 那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同步引动 让你们步入婚姻 这样子能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久 并且能够步入婚姻的这类人呢 就是你的证源啦 简单来说啊 证源就是你们合得来 然后双方都有吸引力 并且呢,你们两个对未来 有一些比较相近的规划呀 或者说是比较契合的三观这样子 共同走下去的人 就是你的证源 第二个问题 跟证源结婚之后 婚姻生活会一直都很美满幸福吗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如果我跟那个对的人 我跟那个证源步入了婚姻 那我们之后的婚姻生活 是不是就会一直都很幸福 这个答案呢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失望了 即便是你们的盘面 非常的合适互补 但是步入婚姻之后 或者说是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 也不一定是完全很幸福美满的 只是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两个人的盘面比较的契合 那婚姻中或者说是长久的相处 这种关系当中 你们的坎会少一些 就即便有一些不愉快 或者说是会有一些矛盾的话 也不会对双方的感情造成过大的伤害 从命理的角度来解释呢 就是如果你们双方的圆盘本身就很契合 那你们大运流年也很同步 也比较的契合 这样子就会让你们在目前的阶段 你们的相处上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啊 共同的话题 你们的三观也很合 那再加上感情的引动 混动的时间相近 你们就会步入婚姻 但可能在后面的几年 或者说是后面的十年 就下一个大运 双方的盘面就会走到相差比较大的宫位 因此呢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歧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 就例如某一方 他的工作啊 变动啊 还有就是家庭的变动啊 都会影响到双方的感情 例如说一方之前他的大运 他的这个重点 都是集中在了感情线上 集中在了夫妻宫 但是可能他换了大运之后 他的财富现在就会变得非常的强 他就会从一心搞对象的恋爱脑 变成了一心去搞钱的事业咖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刚开始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跟他相处久了之后 或者说我跟他结了婚之后 他的就他对我就不一样了 他的重点也不一样了 其实这个有可能就是 他把他的重心放在了另外的位置 但是他对感情的这种基本的对待方式和态度 他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其实就是两个人的盘面相契合 能够让你们走在一起 那能不能走得长久 你们相处过程中能不能去化解一些矛盾和不愉快 就是要看个人的修炼了 第三个问题 怎么看遇见正元的时间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感情咨询里面问的最多的了 就是会问我的正元什么时候才来呀 我今年能不能遇到那个对的人 那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自己排盘呢 就能够大概看到正元出现的年份 就用紫微斗数盘来举例子吧 因为紫微斗数他会比较的直观一些 然后他的指标也会 指针也会比较的强一些 首先呢排出你的紫微斗数盘 然后点到流年那个位置 首先要看一下你的流年 是否有引动大运夫妻宫的极化 一如你的流年引动了大运夫妻宫的化禄啊 化科啊 或者是化全啊 那这一年至少对于你自己来说 是一个想脱单 想去谈个恋爱 就对爱情开始有了憧憬的年份 然后我们再看流年的夫妻宫的心药组合 他的心药状态好不好呀 有没有集心会照 然后大运的夫妻宫和流年的夫妻宫里面 有没有尽到 或者说三方有没有会到像红卵天玺 这样子的桃花心 如果你的流年夫妻宫心药状态比较好 也没有会照那些乱七八糟的煞心 那大运夫妻宫又有集化 流年或者说大运夫妻宫三方又会到了红卵天玺 那这一年你就得好好地把握住了 就是预见证元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那你就要多出去社交社交 都出去认识新的人 这样子你的脱单几率才会大大的增加 你不能够说 我今年的夫妻宫很好 三方也会到了很多的桃花心 那我就宅在家 哪也不去也不去认识新的人 那这样桃花也会被你挡掉的 第四个问题 怎么在不合盘的情况下判断遇到的这个人是不是证元 这种情况呢 大多数会出现在刚刚跟这个人接触的前期开始 就是刚跟一个人在一起 对他有一些好感 或者说刚确认了关系 但是你们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能够要到对方的生成八字的这些信息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合盘的情况下 那我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呢 或者说有一些桃花比较旺的小伙伴们 他的追求者就不止一个 就有很多追求者 那我怎么在这些追求者当中选一个合适自己的人呢 那其实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多去处一处啊 就是你多去相处相处 然后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是呢 很多人又会被那种突然上头的感觉迷惑 所以今天还是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初步的判断一下现在相处的这个人 现在约会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 首先第一步就是参考上一个问题 就先判断一下今年是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年份 今年的桃花正不正 今年桃花质量高不高 那如果是的话就可以接着看第二步了 那第二步呢 就是看一下自己夫妻宫里面的新药 因为夫妻宫会代表你未来另一半他的性格特征啊 以及他对待感情的态度 所以从夫妻宫里面可以大致看到 那个对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 符不符合你正元的特质 举个例子啊 你的夫妻宫里面如果近的是太阴心 那你未来的另一半呢 多半就是一个比较温和呀 性格心思比较细腻 而且长得会比较清秀 颜值会高一点的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你目前相处的这个对象 他的自身风格跟这个反差还蛮大的 那可能他就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了 那如果说正好应对上了你的夫妻宫呢 至少目前来说 这个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如果想看一下这个对象 他靠不靠谱 然后你们之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这个还是得看和盘 那就先相处着 以上这几个问题呢 就是平时在感情的咨询中 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了 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说你有什么故事想分享给我 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或者说你想咨询一下你的命盘的话 你可以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都能遇到那个对的人 就暂时遇不到也没有关系 先投资自己 这个是绝对不会亏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